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马华居栏区会会所受访时透露 根据监控视频 窃贼是在昨晚9点40分左右进入历史楼 并在办公室内翻箱倒柜 他损失了一台手机以及将近5000令吉的现金 内部文件也都一片狼藉 至于这起报欠案是否与竞选有关的行动 他将交由警方进行进一步调查 他也表示在如此忙碌的竞选期间内 还要面对这样的事情感到心力焦脆 接着下来 国政马华士都兰周袭候选人洪文新 昨日前往新山苏利亚花园巴沙拜访时表示 如果在周选中获得人民的委托 就将会将西蒙执政期间 搬到苏利亚花园的大马巴沙 搬回旧纸营业 他表示大马巴沙搬迁到苏利亚花园后 生意大不如前 而当初希望联盟承诺该巴沙只是暂时搬迁 三年后在旧纸重建好之后就会搬回去 然而遗憾的是过了三年 大马巴沙旧纸成为一个停车场 谈犯依然没有被安排搬迁回去 另一方面 希望联盟行动党柔佛在野周袭候选人廖彩通认为 尽管在柔佛周选开跑初期 民众的反应比较冷淡 但经过一周的竞选期后 选举的热度已经明显上升 他举例本身所竞选的柔佛在野周一席出现四角战 是一场激烈的战役 而选民的投票率也高 将会增加西蒙候选人的胜算 与此同时 昨晚出席西蒙在新山智达城所举办的政治讲座的林冠英 也在演说中呼吁 柔佛周选民集中选票投给西蒙候选人 因为西蒙候选人都是有机会胜选 并且能够组成执政政府的候选人 他以不点名的方式指某政党参选是为了分散选票 然而如果选民将票投给没有机会胜选的政党候选人 那选票也就会成为废票 把镜头转向G-1 公正党拉扬拉扬州西候选人马智里 今日在脸书上载一段使用大明日录制的视频 鼓励民众不要担忧疫情勇敢出去投票 他也在视频中模仿印度经典电影西瓦吉大佬当中 印度影帝拉金坎的招牌动作 并别出现在的自备墨镜和特效 以更贴近形象 不但显得有趣 也成了他重视阴依选民的宣传手法 换个焦点 土团党总秘书兼国门柔州竞选主任 拿督斯里寒沙债努迪因昨晚 在马波出席与华社及青年见面晚宴时 恳请华社视他为一份子 并指马来西亚是由华、乌、印共同建立及打造的 这是所有人都必须接受的事实 他表示国家需要清廉、真诚及有智慧的领导人 不是破坏我国 让国家蒙羞的领袖 否则不止外资没有信心 国人出国时也会面对尴尬的提问 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焦点选区点评 大家好 我是星座日报麻坡区记者钟柔杰 文档园州选区是全柔华裔选民比例最高的州选区 根据资料显示 华裔选民共占70-8% 物译选民26.1% 印语选民2.4%及0.7%的其他主群 这个州选区在2004年从马哈拉尼州选区划分出来 无论是当时的马哈拉尼州选区 或是被划分出来的文档园州选区 这里都是马哈拉尼行动党的传统战场 双方也曾经取胜 2004年代表马哈拉尚镇的刘有为告捷 08年全国开始吹起反风 文档园落入行动党手中 行动党候选人魏忠贤击败李俊勇 为行动党在当地辉煌的战绩搭相手炮 2013年同样来自行动党的候选人蔡维宁取胜 18年反风最强大的大选 行动党改派王毅豪上阵并取得三年胜利 有趣的是从1986年 无论是当时的马哈拉尼州选区 到2004年的文档园州选区 行动党在每届大选都委派不同的候选人上阵 从来没有连续两届上阵的记录 在这次柔州选举中 行动党以排兵部阵为友 有意策划原任州议员王毅豪 再次有新人上阵 可是这个举动引起基层强烈反弹 甚至拉横幅抗议 最终迫使党中央让步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也打破一届候选人的疏命 随着全国政局的改变 这个原本属于马华籍行动党的传统战场 迎来了第三股司令 明智当首次加入战位 由明清团组织秘书陈霍宏出战 硬碰两个劲敌 马华之亮出青年牌 排出美米刺客严辞家迎战 他也是青年团全国副总会长兼柔佛州分会的主席 在青年组织拥有22年的经验 厉害寻求残年的王毅豪 从竞选期开始至今 文打研究选区的战情似乎比其他选区来得温和 三方都没有太大动作 只是到小贩中心、巴刹、商店等人潮交集中的地方败票 没有骂骂、挑战、破坏或批评 同时少有重量级人马为候选人站台、拉票 黄毅豪有着四年的服务经验为当地选民熟悉 从后奋勇指追的言辞家 年轻又魄力 情理性身份或许能为他加分 沉着稳重的陈国宏 虽然缺乏基层力量 要在三角战中突围不易 不过他似乎没有放弃反而积极走动 在反东逐渐熄灭的情况下 选民会继续支持寻求首途的黄毅豪 或是美女赐个言辞家 还是首次加入战局的陈国宏 在一些人的眼中 或许文打研究选区的战局早已锁定 唯一可能改变的是多数票的多网 无论如何 而作为全柔华裔选民比例最高的州选区 文打研州选区这场战役 对各华籍政党都非常重要 也被视为华裔选民票项的风向标之一 甚至可能会在来届大选 影响各阵营的海兵负责 而这一切就交由选民做决定 感谢收看更多社区动态 请继续留意新周日报新周网 请继续留意新周期 拍摄 选民票项目